大家好 我是小李 现在打算过来放一下夹子 这地方其实是有野猪的 我怕弄到别的夹子以后把自己夹到 看这边有没有 这边老鼠倒是挺多的 上次我来看了一下 等下就上去放了 希望过几天收获满满 这个地方老鼠挺多的 走啦 这边来这里放老鼠 结果一只老鼠都没有 但是刚好这边看那里的野猪子树 然后真的认为主人同意 我们就搞点下来 也不能走空了 对不对 好 现在就打一点下来 这里 看了都不知道大家 这个地方到处都是 有好几棵的 吊了两个下来 这个还要熟一下 看到没 两个 这里还要熟一下 先放到这里 很辣了一些 这边就等着把它放熟了 因为任何树主人家他说他不怎么来弄 要我们马上弄了 不然被虫住了 挺可惜的 所以我就 你懂的 东径不是聪明了 这可以有个好一点的 好啊 这里有一颗被我夹烂了 刚才就吃掉了 这颗被我夹烂了 刚才就吃掉吧 它有点色口 熟的不是特别好 可以放熟了 现在小李感觉 整个嘴巴已经不瘦 太色了 刚刚不应该去的 你看 这么多 放在这里 等下再一起拿回去了 这边好像也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棵应该就是熟了的 这种就是熟了的 其他的 就慢慢摘了 这棵是有没有带回去的 被鸟吃了很多了 这种野狮子 我们这里也叫鸟蛇 意思是鸟经常吃这些蛇子 好放了吧 没看到了 就这两个青的 算了 现在把它摘一下 要把这个 至少有稍微带点黄色的摘一下 纯青色的就不要了 带点黄色的摘下来 稍微 弄一下 它就熟了的 有些已经熟了 但是熟的并不是很好 这里面放了夹子 这不怎么好弄啊 差不多都是 偏了一点点黄色就可以 就可以 好 差不多就这么多吧 其余的就太高了 就不去摘了 毕竟今天还是出来放夹子的 等下想办法去找一个食品袋 把它装一下 你看今天的柿子就在这里了 差不多这么多吧 小一斤 大行这里有一棵 泥核桃树 现在就摘一点泥核桃 不知道这个 就摘两棵过去 好大一棵 泥核桃 摘一点 泥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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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李 湘区最有趣的高尔西平 近在湘西野区 欢迎大家关注收传片